一名女明星在地下车库被杀害 而凶手竟然是她的妓女 法庭上 林某某对自己开车抓人这件事供认不讳 但杀害继母这件事 她却失口否认 原来杨丹真正的死因是被一颗钉子刺穿头骨 而并不是气着撞击 这就不排除有第三者杀害杨丹后嫁祸给林某某 见林某某狡辩 公诉律师童涛请出了案发现场的唯一目击者孙伟 孙伟是杨丹的司机 案发当晚 她亲眼看到林某某驾驶一辆红色卡燕匆忙逃离停车场 接着转头就发现了死在停车场里的杨丹 孙伟的意思很明显 人就是林某某杀的 然而这时 林某某的辩护律师周立当庭提出了质疑 凶手还有可能是司机孙伟 随后周立拿出了两个证据 第一 死者杨丹平时对司机孙伟很不尊重 在孙伟的47岁生日上 她曾公开表示希望杨丹配偿撞死 孙伟听完不乐意了 众人死也有罪吗 你得拿出证据 于是周立便拿出了第二个证据 一张孙伟老婆和林某某父亲林泰的亲密照 这就说得通了 司机孙伟不甘老婆的背叛 杀害杨丹后嫁祸给林某某 以此来报复林某某的父亲林泰 一举两得 这孙伟明显是被戳到痛处了 一下子就急了 是的 我就是要报复这个有性的黄八蛋 我就是要让他争不如死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法庭的证人居然变成了凶手 他和林泰打交道多年 以他对林泰的了解 他为了女儿什么都做得出来 比如买同司机替他女儿顶罪 同桃查了孙伟的个人资料 发现孙伟竟然患了癌症 并且不久前林泰给他转了200万元 这基本坐实了林泰收买孙伟的事实 可就在真相快要大白的时候 事情却再次发生了反转 他们发现这笔钱是林泰案发钱就送给孙伟的 仅仅是林泰对孙伟工作多年换案后的补偿 和他女儿这件事毫无关系 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难道真的是司机杀了杨丹吗 就在案件快要失去悬念的时候 同桃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 发现人声称他派下了案发当时的全过程 但他迫于林泰的势力不敢当庭作证 同桃查看视频 他惊讶的发现行凶的人不是林某某也不是孙伟 富豪杀害自己女友 却让自己女儿顶罪 禽兽啊 同桃查看视频 他惊讶的发现行凶的人不是林某某也不是孙伟 而是林泰 是他开车撞向杨丹 并且下车后用力将杨丹的头撞向墙上的钉子 同桃准备将证据递交法庭 接待这个人面受刑的混蛋 但就在这时 助手阻止了同桃 视频带用木马 竟然自己删除了 面对这种突发情况 同桃有点不知所措 他只能赌一把 盘问阶段 同桃刺激林泰 说杨丹之所以和别的男明星传出绯闻 是因为林泰作为一个成功男人 无法满足杨丹 试问哪个男人能受得了这个 果然 这一项终于浮出水面 林泰竟然失口承认了是自己撞死杨丹 然而就在所有人认定林泰才是杀人凶手的时候 林某某却冲着众人大喊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林泰赶紧让女儿闭嘴 而林某某听到这句话 瞬间吓得不敢说话 难道这句话有什么特殊含义 同桃当庭愣住了 他知道自己上当了 同桃去了林泰的老家 从一位老人口中得知了龙背墙的故事 龙背墙其实不是一座墙 而是一座山 这是一个关于父爱与救赎的神话 从前有个淘气任性的小龙王到处闯祸 直到有一天失手烧掉了天庭的神凯 玉帝怪罪下来准备处死小龙王 这时老龙王站了出来 他冒充小龙王趴在盘龙山下 接受雷电的击打 眼看老龙王被烧的遍体鳞伤 阴阴一息 小龙王很愧疚 他一下冲出来要承担这个惩罚 老龙王为了让儿子封口 便一头撞向旁边的金刚臂 当场死去 养不觉 老龙王认为自己死得其所 死后他的尸体便化作了龙被衫 童涛没想到平时嚣张把护的灵太竟然这么伟大 甘愿为女儿扛下杀人的死罪 此刻他非常纠结要不要去法庭上说出真相 另一边 周莉也发现不对劲 他问林某某到底是谁撞死了羊丹 周莉开始调查灵太 发现案发前 他购买过大量二手车 并且装修过一个废旧仓库 周莉立马驱车来到这里 他撞开大门 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这是一个和案发现场一模一样的停车场 我以为他在第一层 没想到他在大气层 周莉看着眼前这个一模一样的停车场 瞬间懂了 林太的女儿因为和杨丹发生口角 开车撞死杨丹 知道情况的林太心急如焚 司机为了报答林太多年的恩情 决定替林某某顶罪 林太拗不过他 只能答应 他花重金复制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停车场 并请来了两个专业演员 假扮杨丹和林某某 而孙伟则假扮凶手 为了给孙伟制造足够的杀人动机 林太拍下了和孙伟老婆的亲密照片 不知情的周莉真的上当了 但林太知道童涛是个心思缜密的人 他一定会发现其中破绽 未保计划万无一失 他又拍了另一个版本 这次他扮演凶手 童涛果然上当 知道前因后果的周莉急忙驱车前往法庭 可已经晚了 林太已经认罪 周莉去监狱找到林太 想要为他免费辩护 但林太却说他被解雇了 人活着总该做些什么 而他愿意像老龙王一样替女儿受罚 这是他作为一个父亲 能帮女儿做的最后一件事 无奈的周莉去了林太家中 透过门缝递给了林某某一张卡片 上面写道 他用生命换来的自由 不是让你偷生 而是让你重生 林某某看着自己和父亲往日的视频 痛哭流涕 他走出门外 任由雨水拍打自己 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全面目击》是13年的一部电影 被称为国产悬疑天花板 也是唯一一部被其他国家翻拍的电影 导演将东方特有的亲情融入了故事 让不少父母感动落泪 也许你现在不懂 但你以后就懂了 我是阿T 感谢关注